好继续带你来看到花莲县议员金淑敏成立了民政类适丰水利八电开发工程案 那么也邀请了多位的县议员来到适丰水利八电工厂来勘查 那么并且也针对中平领导领导EK太平段 来了解申请租用土资的场域基地的现况 并且也呼吁水利八电厂必须要符合安全环保等规定 以及土地租用的流程 鲜员金淑米一行人来到中平桥上方 正在看适丰水利发电厂即将要在这桥下设置土资厂绽放土方 双方都各提出建议 9月16号鲜员金淑米为了了解土资场域用地问题 特别成立专案小组 邀请了Deepsy Line 林玉芬 黄灵兰 郑晴龙 吴建志 林郑福等议员 以及县政府原民处 卓西乡公所等相关客室都前往了解 作为我们土资厂的用地 那是不是有妨碍国土保安局环境资源保益 作为我们土资厂的用地 那是不是有妨碍国土保安局环境资源保益 那等一下请我们农业处 言行处 还有我们环保局说明评估一下 那还有421是因为濒临我们提防的设施 有没有做一些防范的设施防洪清洗的问题 针对民政类侍逢水利开发工程案 多位的议员也都表达了建议 也呼吁水利八电厂必须符合安全环保规定 以及土地租用的流程 规划土资厂有一定的流程 当然这个流程一定要做 要取得合法的一个设置办法 因为你这个土地还在申请中 对环保的这一块是有事关重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谈到 有关生态环境保育的这一块 那生态保育这一块 在我们的这个所有合法的上游 的所有的土地森林 还有动物的这些所有的保育 我们是不是有去清查调查 这个部分 然后你未来要怎么来维护来保育 最后水利厂也允诺会将 所有议员的建议带回去讨论 并且一定会做到合法安全环保等流程 也表示非常尊重部落意见 虽然目前8月11号遭到高等行政法院 认为资商统一过程的合法性 确有意义 裁定暂停执行 目前行政诉讼仍在进行当中 会继续与部落做对话 据着高雄双卓西乡采访报道